有王大陸、宋云華主演的電影 《我的少女時代》 在台灣上映時票房超過4億多元 今年5月登陸韓國 總觀影人數突破40萬大關 超越周董的《不能說的秘密》 成為韓國影史上在賣座的台灣電影 男主角王大陸跟因此紅到韓國 就連大師男神宋仲基 都表達對電影的欣賞之意 開舞後迎演出韓劇《太陽的後裔》 重返一線寒流明星地位的劉大衛宋仲基 在記者會上多次提到《我的少女時代》 表示這部電影在韓國非常受歡迎 他自己就看了兩次 到了粉絲見面會 上妝基特別系上紅領巾 穿上藍襯衫 打扮成徐太宇的模樣 一邊細數著電影情節 一邊說劉德華也是他的偶像 最後現唱準備了一個多月 電影的主題曲《小幸運》 讓粉絲感受到歐巴滿滿的誠意 飾演徐太宇的王大陸 在臉書和微博發文 中文韓文並程寫道 劉大衛等我7月中去韓國唱給你聽 短短幾小時 就累積超過2萬個讚 以及300多則留言 其中更不乏韓國粉絲 期待王大陸真的會兌現承諾 現場演唱《小幸運》